歡迎繼續收看耀財財經台的新美嘉賓 仍然是來自耀財政捐研交部的高級分析員 阮士希先生 Harrie 你好 你好 Anita 上一節我們都說了內地股市 以及整體內銀股面對著什麼問題 其實我聽你的口氣 就覺得你其實挺看好內銀這個版塊 還有接下來內銀陸陸續續都要除淨 都要派息 其實大家都知道 內銀股的息口都非常之高 有些工商銀行和建行都有五厘的息 中行更加多 問一下Harrie 其實你會覺得現在這個階段 其實選哪一隻會最好 看回內銀股份 投資者都時常去看 究竟哪一隻會是首選 我會分開兩方面去分析 如果你投資承受風險的力度 又或者波幅不是那麼高 首選擇自然都是一些國有 或者比較大隻的內銀股 首選擇我自己看 就會是1398工商銀行這隻股份 看回這麼多國有的銀行企業當中 以增長幅度來說 自然都是農行 但是農行近來都會有一些高層的 有關當局調查的一些問題 所以我覺得暫時都要避開 工商銀行本身自己的尺寸 又或者是他們自己的 整個業務的增長率 也都會較為高 所以我都會去介紹這隻股份 如果看回圖方面 現在是4.63這個位置 我們看到其實在這個水平來說 都會有一個挺強大的支持 如果投資者想有一個除淨收入因素 也是收息的話 現價可以買入 也看回未來都會有一個減息的情況 上網5.2也有一個挺不錯的選擇 另外一方面 如果你是投資者 你是有一個可以承受得較為大風險一點 我都會覺得可以看回 民生銀行1988這隻股份 在於看回民生銀行自己本身 其實是這麼多隻內銀股之中 增長率都是最高的一隻股份 我們看到股價的走勢來說 也會看回7.27這個位置 其實見到7元的水平 已經是有一個挺強大的支持 如果投資者可以後低 可以在7元買入 上網上次的頂部8.2 作為一個收息之選 尤其是整個股市都跌得 波幅跌得這麼深的時候 股值上面其實已經是非常便宜的 我都會推介這兩隻股票 沒錯 而且你看到工商銀行 4個假日日之後就會隨正 要趁這3個假日日要買就好買 看看這個版塊 現在最新的表現是怎樣 見到健康方面升4仙 做5.29 工商銀行即微跌2仙 做4.63 中國銀行升3仙 做2.97 農業銀行跌4仙 做3.08 看看另外幾隻的表現 交通銀行跌3仙 做5.04 小商銀行升4仙 做14.08 中商銀行跌6仙 做3.92 剛剛推介的民生銀行 現在做7.28 跌1 除了近期市場上的焦點 都放在浪銀股身上之外 不少焦點都放在本地地產股 尤其是收租股身上 而昨天九仓四毫位 舉行股東大會 有今日一系列的大行報告 唱好九仓 稅信方面 海運逐租在職 標價由49.1升到55.1 維持跑人大肆的評級 問一下Harry的意見 其實你怎樣看九仓的表現呢 另外看到他們三四月份 商場表現仍然有不錯的增長 加租的幅度都符合 電店經營的營業額的增長 即是說他想加租的話 那些租客是有加租的承接力的 我們看看本地的租金市場 亦有很多分析說到 會不會有一個見頂的趨勢 尤其是在零售方面 主要看回內地顧客 亦特別是之前的消息說到 五日黃金周整個零售市道 亦都沒有以往那麼好 這方面其實會不會很影響到 尤其是我們現在說的那隻九仓的表現呢 我自己看回海港城一帶的一些 主要的業務都是九仓的旗艦商場 這方面也都是 其實應該不會太大的問題 特別也都說到 主席吳光正說到 1月至4月的一個 商場的一個租金收入 都是有一個持平的空間 只是在於就是 名牌那方面 其實的名牌店鋪那方面 亦都會有一個 幾不錯的一個 收租的上升的一個空間 但是食肆做得不太好 而看回整個租務市場來說 我覺得特別在 九仓自己旗下一個 海港城的一個 商場方面 這方面我便會覺得 他們保持到那個增長的 那個收入的那個 趨勢亦都會持續的 至於在於 剛才說到 不同的大行 亦都會看好 其實海運大廈 他們本身 亦都會有一個 有一個租約的 一個 可以逐到租的 這個情況 沒錯 我自己看回 這方面 都是 沒有大行 看得那麼 看好的 如果你說分析整個海運大廈 佔九仓的比例 佔他們自己的零售的 鋪面 或者他們的 面積裏面 其實是有20%那麼多的 如果觀眾 亦都沒有什麼留意到 可能就會 沒有什麼留意到 亦都是 可能以為海港城 或者海運大廈 都是屬於九仓 自己本身的一個物業 其實海運大廈 自己本身 是一個 政府的一個物業 只是以一個 地租 每年給10萬元的形式 去租給九仓 這方面 其實會帶來有什麼風險 我們看回不同的資料 特別查到 亦都會是 其實看到 海運大廈 未來6月17日 亦都會是到期的 這方面 其實對於九仓 自己本身 整個租募的一個發展 尤其是他們自己 在海港城 我們都看到 他們都注入了 無論在 沒有公司 匯德鋒的 一些年卡份 甚至City Super裡面的物業 又或者是 自己本身整個海港城 有些酒店的業務 亦都是 看到Marco Polo 那方面 無論在香港酒店 太子酒店 亦都是整個 在海港城本身 都是一個 很大的協同效應 如果你說海運大廈自己本身 亦都是 逐不到租 亦都會有一個 很大的問題 對於他們自己來說 如果你要去分析 究竟 其實為什麼 說海運大廈 都租了那麼多年 為什麼不會 逐租 下去呢 這件事 我都會去看 以九倉自己本身 其實 跟政府自己的一個關係 其實一直都是 我覺得是稍為一般的 特別是在於 其實 見到 我們今年 到6月17日 已經是到期的時候 九倉自己本身 都嘗試過 在02年 和03年 那時候 都是有一個 嘗試和政府 去傾談一下 逐租的一個問題 特別也都提到 想起一個 在現在海運大廈上面 停車場的位置 都是建回整個摩天輪的 一個 物業 再加上 一個 六層高的大廈 這方面 其實政府 當時是禁止了 在於 主要的原因 就是說 當時 也都未開始 拍板去建 現在的郵輪把頭 如果說 再逐租給九倉的話 可能會有一個 壟斷的情況 在這方面 我也會覺得 其實 九倉 和政府 自己本身 也有不多不少 爭吊的前科 而 昨天 也都 剛才Anita 說到 吳光正 在股東大會出來之後 也都很迴避 記者的問題 可能也會見到 去到6月17日 續約 到現在 都未有一個 很明確的方案 這件事 我就會覺得 未來 在 買 苟倉的 一個收租業務 投資者需要留意 這是一個 很大的風險 沒錯 過去21年 他們都是每年 給10萬元的 地租 李昂方面 和德銀 都遷就過 今次 海運大廈 逐租的問題 重新評估過 大概要給多少 保地價 金額 李昂方面 估計 可能要給最高125億港元 而德銀方面 估計要給63億 無論給多少 都是一塊 為數不少的數目 沒錯 我們都密切留意 最新發展是怎樣 謝謝Harry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麻煩你也要申報一下 剛剛提及的股份 有沒有持有 沒有 好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有 每鎖股的環節 不要走開